寻龙分晶看禅山 一重禅室一重关 关门如有八重险 不出阴阳八卦形 嘿嘿 小伴们 最近我偶然获得了一个秘密口诀 据说有了这个口诀 就可以轻松找到所有的宝藏 我在这里观察了半天 这个地方肯定不简单 地底下一定有宝贝 我们下去看看 哼 还真有宝箱在下面 还有一个沙怪龙 这下发财了 哈喽 各位小伍伴们你们好啊 欢迎收看本期的 阿杨默的白宝虾 我是最新一代的 摩金校尉阿杨事业 今天呢就不给大家推荐模组了 我们就将摩金校尉的 寻宝口诀传释给大家 有了这个口诀啊 大家以后就可以 轻轻松松找到宝藏 从此走向 发家之父的人生巅峰 我要去告诉小月 你又在吹牛了 咳咳咳咳咳咳咳 那好了好了 开个小玩笑嘛 大家不要介意啊 其实今天要给大家带来 一款非常棒的模组 Radar Bro 生物雷达 这是一款辅助型的模组 有了这款模组呢 不管是怪物还是盟友 或者是宝箱还有刷管笼 我们通通都能清楚的知道 它们的位置 那到底是不是有这么神奇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呢 当我们成功安装好模组之后呢 就可以在游戏中按R键 打开生物雷达的设置界面 这样就可以设置雷达的功能了 我们可以在编辑雷达的选项中啊 设置我们想寻找的生物或者物品 在我的世界中 所有的生物 这款雷达都可以帮我们显示出来 喂喂 人工智能你看到没有 人家这个才叫做专业 哪像你 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我什么都没有听见 哎 你可不要给我装傻啊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 算了 不管它了 我们来试一试设置苦力怕的定位 好了 设置完成 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将雷达启用 就可以看到雷达界面了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方便啊 嗯 这什么情况 为什么雷达上会显示 我的正下方 现在有一大群的苦力怕 哎 他们是在这下面开会吗 不会这么恐怖吧 这个雷达是不是坏了 肯定是坏了 哎 你怎么又冒出来了 这个雷达肯定不会跟你一样掉链子的 不行 我得亲自下去看看 这又有一群护力怕 哎 大哥们 别别别 我不是刻意来打扰你们的 小伙伴们 我已经用生命为你们实验了 这个雷达绝对是货真价实的 当然了 雷达不仅可以用来寻找生物 我们还可以用它来寻找宝箱 或者刷罐笼等等的呢 可以说有了这个东西啊 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宝贝 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要去开启伟大的寻宝之旅咯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